在纽约州现在已经有19个郡做了3000个随机的抗体检测 找到曾经被感染过 甚至是已经康复的人群 初步结果显示 纽约州有13.9%的人在感染后已经有病毒的抗体 其中纽约市的数据为全州最高 显示有21.2%的人曾经被感染过 这意味着纽约市每5个人中就有一人感染中共病毒 纽约市可能有超过170万人被感染过病毒 纽约市卫生局长巴伯特周四也表示 他认为纽约市迄今为止的13.8万例阳性病例只是冰山一角 不过现在抗体检测只是在初步阶段 仅有的数据无法确实反映真实情况 根据纽约市府的数据 纽约市截至周三下午有141754例确诊 10290例确诊死亡 5121人疑似感染死亡 市府关注的三项指标都呈现下降 纽约市住院人数 加护病房患者人数和全市的检测阳性率都下降 纽约市长白思豪周四在记者会上表示 纽约市如果太快开放 可能会让疫情更加严重 但不管怎么样 城市最终都会康复 另外 东北大学一个新的模型数据显示 在纽约市出现首例的中共病毒案例之前 截至3月1日就已经有一万件隐形病例 巧声无息的在城市传播 新唐人记者王愚鹤 纽约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